试一下 如果说OK的话 你可以把它再往上拉 这一招的话呢 按了F8 其实结果会一模一样 它并没有改变 它其实就是把那个公式丢到那个格子里面去 那一样呢 再让它向下填满 OK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目前可以看到123 如果你要把它全部串在一起的话 可不可以一键完成了 可以 那怎么 我就把它删掉 再把它恢复成 原始的状态 再复制一个 所以我刚刚是一直在复制 按住 那要怎么样把三个全部串一起 有个方法 第一个 你可以 把那个什么呢 Sub到 这个 通讯产品在下方贴上 加个小刮弧 Enter 过 这样你会发现它会出现什么 一个Sub 其实Sub就是刚刚那一段的副程式 就是副程式 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 上面的三段程式贴到里面来 这一段 第一段贴 第二段贴 不过好像似乎不是好方法 最好的方法是 你干脆用呼叫的 所以你这边可以打一个call 空一格 然后呼叫什么 呼叫 通讯产品 通讯 通讯产品 聚集1 然后把它call 空一格 贴上 通讯产品就是聚集1嘛 那第二个的话在 第二段就是在call的嘛 通讯产品聚集2 所以总共会有三段 那我就分别 去call它就可以 123 好 做完之后的话 基本上呢 我们就完了 我试一下 如果 OK的话 那 大概自动化就完了 这三段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好 一次就完成了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刚刚主要 重点 第一个 把那个 通讯产品聚集1贴过来 那里面大概只有改了 就是把原来的那个C栏 C都通过改成1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 后面的公式 要不就是你做 在上面做一遍 然后把它复制贴过来 贴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试一下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要把程式全部串在一起的话 就是用call call什么呢 call sub后面这个名称 把它放在call的后面 他就会 帮你怎么样呢 逐一逐一个去执行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他执行方法 其实就是 就是按F8好了 他会讲先 我call他 他会跳到哪里 跳到这边来 先把 第1个先执行完 然后又回来 换call2 就再执行第2个 跨栏之中填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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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满 一直往下填满 再来的话call 聚集3 就是再把那个一栏再插入一栏 然后再加上那个区域的名称 再输入公式 再向下填满 这样就全部OK了 就算是 词 词